年龄相差38岁啊 张高丽啊 这个和这个彭帅啊 前政治局常委 和一个职业女子网球运动员之间的啊 一个是福建近江人 一个是湖南湘谈人啊 他们这种婚外情应该是从天津开始的啊 接着看啊 这字比较小 我自小离家早运动员嘛 都是从小在那个运动队里边啊 这个自小离家早 内心极度缺爱 面对发生的这一切 我从不认为我是一个好女孩 我恨我自己 恨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 经历这一个劫难 你同我说 你爱我很爱很爱 来生希望在你20岁 我18岁时我们就遇见啊 说一些情话啊 这张高丽也属于老牛吃嫩草啊 这个 你说你很孤独 一个人很可怜 我们有聊不完的天 讲不完的话 你说你 我看啊 你说你这个位置 没有办法离婚 如果你在山东时认识 还可以离婚 对 他在山东也当过书记啊 好像从福建到山东 然后到天津 好像是这样啊 后来到中央来了啊 可是现在没有办法 我想过默默无闻 就 这样陪着你 开始还好 可是日子久了 慢慢的变了 太多的不公与侮辱 每次你让我去 背着你 你的妻子 对我说过多少难听侮辱的话 各种的冷嘲热讽 我说喜欢吃鸭舌 康杰阿姨会冲着我说 啊 真恶心 他老婆应该知道 他老公找着年轻的这个运动员 这个彭帅 所以他老婆有时候那个 风言风语 冷嘲热讽 甩闲话 甩列子 是吧 冬天 北京雾霾 我说有时候空气不太好 康杰阿姨会对我说 那是你们郊区 我们这没感觉 就挤着他啊 等等 诸如类似的话 说了很多很多 你不在时 你在的时候 他不这样说 啊 就当着他老公的面 给他老公面子 知道他老公 跟他有点什么 有一腿 老百姓的话啊 有一腿 这种东西 女人嘛 他是第六感觉 是吧 自己老公 跟这女的有点 暧昧 或者怎么着了啊 他有感觉啊 虽然那老太太肯定岁数大了 但是他也是不乐意 是吧 这种嫉妒心理人人都有啊 他就是这女孩啊 他就想要个名分 可是你要要名分 可能你的小命都没了 当年那个玛丽莲梦露 美国大明星 不就是跟肯尼迪总统啊 当然还听说跟总统的弟弟吧 那个罗伯特肯尼迪 好像是司法部长 那是亲哥俩都同时睡觉 后来他也想要名分 让肯尼迪把那个杰克林给休了 离婚取他 最后怎么样 小命啊 说是什么吸毒过量了 那很可能就被美国的情报部门 CIA啊 什么之类的 就给弄掉了 是吧 蒋经国的那个小老婆 蒋经国的那个张亚若 怎么死在桂林的 对不对啊 就类似情况很多 你在的时候 他不这样说 好像和我们一样 两个人相处时是一个样 有旁有旁人 有旁人时 你对我又是一个样 你同我说过 这些话听多了 心里特别难受委屈 从认识你第一天到现在 没用过你一分钱 没花过张高丽的钱 更没通过你 得到过任何利益或者好处 他写了几个错别字 这运动员呀 一般来说呀 他的文化程度很低 因为从小就让他们过量的运动 过量的训练 实际上就是中国这种举国体制 拿他们当机器 真的这些人挺可怜的 但是他们有的挺傻的 他们没上过多少文化课 很多逻辑呀 独立思考啊 思维啊 他们不会的 头脑简单吧 运动员说白了 但是运动员也很乱 运动员呢 小姑娘 小小子 是吧 那个霍什么霍启刚 取的那叫什么郭晶晶 是吧 我就不说了啊 此处省略点字 省略个五十万字吧 是吧 可名分这东西很重要 要名分 哎呀 怎么可能给你名分呀 傻孩子 是吧 没上过学 就是没上过学 缺心眼 就是缺心眼 是吧 没要你小命 没弄死你就不错了 对吧 你就当个玩物 对吧 安于现状 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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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